大家好,欢迎来到滋味馆,今天煎一个简单焦糖蓝鱼鸡翼, 又加到盐焗鸡粉,味道有多种层次,是一个不一般的焦糖蓝鱼鸡翼。 首先要开了一个混合酱汁来腌鸡翼,用一些盐焗鸡粉,加两砖蓝鱼,一些生抽,少许糖,适量胡椒粉,再加一些酒。 搅拌均匀,备用。 这里有一磅鸡中液,已经清洗干净,需要吸干多余的水份。 在鸡翼皮里割两刀,让它容易入尾,还有蓝鱼煎的时候很容易焦, 割了两刀让它快点熟,不需要煎那么久。 另外那边做法相同。 现在将刚刚开好的混合酱,加到鸡翼那里。 将酱料彻底拌均匀。 拌均匀后,再加多1汤匙粟粉。 也是将它彻底拌均匀。 想蓝鱼够入尾,至少也要腌2个小时,有时间可以腌久一点。 我是下午叶,晚上煎来吃。 加一些油在锅里。 烧热后,我们用小火煎,那些鸡皮的面向下。 鸡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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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皮鸡肉。 我们用小火煎1分至1分半钟,让它快点熟。 鸡皮的鸡皮鸡肉。 要留意,不要太深色,让时间驱熟。 鸡皮的鸡皮鸡肉。 反转在另一边后,也要盖上盖煎。 用小火煎多1分至1分半钟。 不过要留意火腦,不要煎得太深色。 稍后还要煮焦糖。 我煮焦糖的方法很简单。 大约加1茶匙砂糖在鸡翅面上。 平均地烧上去就可以了。 喜欢吃甜的,可以多加一点。 烧了糖后,反转。 开大一点火。 让砂糖融化。 留意着颜色,少许深啡色焦黄就可以了。 看火,不要煎焦。 一边煎好了,另一边也要加1茶匙糖。 平均地加上鸡翅面就可以。 加了糖后要反转来煎。 让糖融化。 要留意着颜色,焦香,深啡色就可以了。 总结一下,煎焦糖蓝鱼鸡翅。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, 你第一轮盖盖煎的时候, 不要煎得太深色, 让时间去熟。 接着加了糖, 就要控制好火炉的大小, 放点时间,让糖融化上色。 煎至焦焦, 看着不要煎焦就可以了。 说到这里,时间又差不多了。 请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。 帮忙点个赞, 留个表情符号给我。 在下一集我们再见。